安利营养接触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晋级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为什么减肥需要带餐 瘦身加速型 有啥独门秘籍 本期营养接触班 聊聊体重管理那些事 今天胖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很多的调查数据 说明我们这个地球 确实是越来越重了 为什么并不是地球胖了 是地球上的人更胖了 还有更有冲击力的数字是什么呢 是今天全球每年有340万人 要死于超重和肥胖 即使说不到这样恶劣的情况 你也会发现肥胖带给人 很多不美好的感受 肥胖的人可能在求职上 得到的机会就少 在美观上就没有那么吸引人 以及它在健康方面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估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 都有这样的感受 担心自己一过节的时候 又吃胖了 担心自己胖了以后 拍照出来不好看 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 还有的人更直接 就因为我不断地长胖 所以我不断地得买新衣服 胖一点得换一个尺寸 那这不也增加经济的压力吗 其实大家减肥的时候 我估计更多的人都是关注 减肥会让自己更美 那么我到底多少叫胖 多少叫美 多少又叫瘦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全球统一使用的一个 叫做体重指数这样的指标 就是我的体重的公斤数 除以我身高的米数的平方 这个数呢 不好算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按按计算器 算一下自己的指标 然后去对比这里的标准 知道自己的身材如何 如果说按简单来说呢 教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 男性的身高多少厘米 你减110 女性的身高多少厘米 你减105 如果我身高1米75 男性减去110 我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多少公斤 65公斤 就是按这个标准来推 非常的简便 但是在我要控制体重的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知道 说我是单纯了 为了让我自己瘦吗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真正减肥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要把自己体内的肌肉都减掉 而是为了我要把我自己体内的脂肪减掉 我减同等的重量 其实脂肪占的体积更大 通过这个图 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同样是五磅重的脂肪和肌肉 脂肪几乎就是肌肉体积的三倍 即使同样重量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定 有的就是肥胖 有的就是健美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表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针对男性女性 不同体质率的情况下 他的表现形式 大家你看 左侧是男性 右侧是女性 这不同的体质率 我们都给他做了标号 从一号到九号 大家你们看一下 你自己理想的 觉得我希望成为那样的 那个体质率大致是几号 你喜欢几号 你就把这个手举成几 大家稳住了 别来回看 稳住了 几号 好 大家把手放下 你发现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选的是三号或四号 其实呢 也许有的人认为二号也挺好 但是我做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是吧 那么再接下来的问题呢 我就不问了 我估计问问大家 现在你是几号啊 这个问题呢太残酷了 我就不问了 反正你自己知道 有差距就行了 大家想到这个体质率的时候 更多的想到是它的美观 它怎么能够有吸引力 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 肥胖带给人的可不简简单单 只是我看上去胖了 肥胖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 你不管是皮下的脂肪增加了 同时你体内内脏的脂肪也增加 甚至你血管里的脂肪也增加 那么我们吃那个牛肉 大家说最好的那个牛肉是什么 是说那个牛的那个肌肉里面 也有脂肪 所以人胖了以后 它肌肉里面也会同样有脂肪 吃牛肉我们愿意吃大理石花纹的 做人我们不愿意做大理石花纹的 那我们更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材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减重固然重要 但是大家要把集中思路到减重 更要减脂 那我现在问大家 我们明确了 现在要减低自己体内的脂肪 对吗 对 那我想问您在生活当中 您要减自己的脂肪 您有什么方法 运动 除了运动还有什么方法 控制饮食 为什么要控制饮食 因为我要减少脂肪的摄入 当一个人我要控制能量摄入的时候 我要不要断绝能量的摄入 能不能 不能 而且国际的标准是说 你即使控制也不能控制的太低 当你控制太低的时候 实际上对你机体是有损伤的 那么它其实推出了一个 针对男性和女性减重的时候 给你一个标准的建议量 就是我们这个页面上显示的 女性1000到1200千卡每天 男性是1200到1600千卡每天 那么这个量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 感受不是太密切 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参照 一个汉堡 补充的能量大约是500千卡 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不同的 男性女性的人群 那么你可以折换成 大致一个汉堡能够提供的能量 你来去算一算 而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担心 说那我要吃这些食物 能不能满足我一天能量的摄入 一天满足我营养素的摄入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你其实在减重的时候 最好要使用一种 能够帮助你均衡控制 营养摄入的代餐的食品 如果我通过科学的计算 我已经给你算好了 你这个代餐里面 应该有多少碳水化合物 应该有多少脂肪 应该有多少蛋白质 以及包括钙 美 维生素等等 我都给你算好了 那你这样吃上去以后 不就心安了吗 同时如果我吃你这个代餐 那还能够让我增加饱腹感 我又不感觉饿 又不担心营养素会多么的缺乏 能够补充我基础的营养素 那这个方案 谁会不愿意尝试呢 那这个时候 我控制饮食 很多人可能就会非常担心 自己的营养素摄入不充足 如果营养素摄入不充足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补充 那肯定是全面的要给予补充 没错吧 那么在全面补充营养素的同时 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忘了补充优质蛋白质 尤其是减重减脂的时候 大家更要注意补充蛋白质 我要告诉大家 你要知道 当一个人补充蛋白质以后 它其实对于能量 蛋白质对于能量的消耗作用更强 另外 在减脂的同时 可能有很多人还有一种塑形的需求 不仅可能需要我减掉脂肪 我还希望我能增加一点肌肉 那么在增加肌肉的时候 那这个原料是什么 是什么 蛋白质 那你说蛋白质又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营养素 同时又能帮我塑形 然后还能帮我多消耗一些能量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好了 对吧 对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大家在控制饮食的时候 其实非常容易忽略蛋白质和基础营养素的补充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讲 怎么个增进代谢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去增加脂肪的代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贡饿亚油酸 这个我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 贡饿亚油酸 这个东西非常神奇 第一个 它让你多余的能量不要存下来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调整脂肪代谢的酶 减少你脂肪细胞对于脂肪的摄取 听明白吗 所以不让你脂肪在体内存留 我刚才不说了 说人的胖 其实一是由于脂肪细胞的增加 二是由于脂肪细胞体积的增大 它储存了过多的脂肪 对吧 我告诉大家 贡饿亚油酸对我们基体减脂的这个作用 增进代谢的作用 就是说第一我不让你的脂肪细胞增殖 不增加 第二一个我要让你已经吞进来的这个脂肪 再代谢掉 听明白了吗 我要增加这个脂肪的代谢 帮你把它消耗掉 同时这个供饿亚油酸还有一个好处 它不仅能够减脂 其实还能够增加肌肉蛋白的合成 大家想 说一个人 如果我脂肪多 你说往往容易存积在哪 肚子 是吧 腰部 是不是 有人还有脸部 然后可能还有的是 这个胳膊的后面 是不是 大致在这些位置 腿 对吧 臀 这些位置 我告诉大家 这个供饿亚油酸还就有这个好 它就是要去减少你这些部位的脂肪 它就是要去调动你这些脂肪 存积部位的脂肪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最终这个减 减脂肪 它怎么去宣称说它能够去减小腹啊 能理解吗 它对脂肪沉积严重的地方 它的减脂的这种效果更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快乐先出 好身材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